貌美女歌手香脸煤矿老板 结果被其挑断手筋脚筋 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据娜娜母亲所述 事发当天 她突然接到了女儿的求救短信 她叫我姐为 后来到了夜里就有一个求救信 叫我救命 当时全家人赶到现场后 便问询煤矿老板李某君 到底把他们的女儿怎么样了 对此李某君却声称与她无关 随后便露出了挑衅般的笑容 驾车离去 全家人闯进屋子后 惊讶发现 娜娜已经躺在地上 血肉模糊 见此情况 全家人立即将其送往医院 紧接着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过去了许久 一直都没有调查的结果 全家人为此四处奔波 替娜娜申冤 没想到李某君竟趁娜娜病房无人看守 吩咐她的几名小弟 对娜娜实施了侵犯 原来当时娜娜母亲 在帮女儿擦身子的时候 发现她的下体肿胀发亮 找到医院问询情况时 院方也说不出个 所以然 于是便调查了楼道监控 这才发现在事发当晚 李某君和其五名小弟 曾去过娜娜的病房 因此娜娜母亲断定 他们对女儿做了不耻之事 随后全家人再次找到警方 要求做DNA鉴定 然而就在这时 医院突然传来噩耗